2020總統大選白熱化 藍綠兩黨參選人韓國瑜蔡英文 聲勢不相上下 隨著選戰進入倒數 地下賭盤跟著蠢蠢欲鬥 近日警方大動作抓賭 發現暗藏玄機 中部PK盤開出韓國瑜賠率1.2 蔡總統0.6 還有讓30萬票的讓票盤 似乎比較看好蔡英文 不過南部開出的賠率 幾乎前所未見 韓國瑜賠率0.87 小英總統0.8 也就是說分別下注1萬元 韓國瑜當選 祖投連本金賠1萬8千7百元 反之蔡英文當選 祖投賠1萬8 像我們抓過很多 尤其今年總統大選 是賠率有跟往年 有比較不一樣的狀況 這個變化我們警方有察覺到 一賠0.87這樣的賠率來看 很少會有這麼沒信心的一個盤 而且兩個盤又如此接近 也就是說祖投的心態認為說 這兩個混沌不明 他沒有辦法拔出一個官家 外形亮眼身材火辣 他就是其中一名 洛網的組頭 這名孫姓女組頭 操盤手法跟其他組頭無益 利用通訊軟體號召下注 最後在街頭收賭客資金 招待 賭資價碼很敢開 1千到8千萬 通通通都收 大選賭盤抓不勝抓 韓菜選情變化 連動賭注金額 也讓警方張大眼緊盯 不讓組頭有利可圖 接著阿公也賣何物容 看來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